孩子们,刚才咱们已经学习过了规则图形的周长应该怎么样的计算,并且也做了一定的练习,而且是变形的练习,对吧? 那现在咱们的关键问题来了,不规则图形要怎么计算呢?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。 在这一道题目里面问咱们能不能求出这个图形的周长? 题目里呢,有一幅图,而且只有一个条件,这条件说的是两米,就是说每一小段都等于两米,像这样的一小段,它全是等于两米的。 哎,通过这一个的话,你看,这儿是两米,这儿,这儿,咱们都知道了,对吧?也就是说楼梯形状的这一串呢,它的长度咱是知道,可是你知道这边吗?不知道,你知道这边吗?是不是?也不知道呀,那怎么办呢? 咱们来看一下,我们现在呢,就要想办法把这个椅子条件呢,用在未知的东西上面去。 这一条边的长度咱们并不知道,对不对?那只要我们能用椅子条件把它给求出来,是不是就可以了? 嗯,那好了,那么它的长度呢,正好和哪是相同的? 咱们来看一下,其实这一个长度呀,和竖着的这个阶梯的长度是不是完全是一样的,对不对? 只不过这个阶梯是不是散开了,对吧?它是不是给散开了,把这一根长的是变成了四小段了,对不对? 那你看一下,这一块呢,这个的长度是不是正好是阶梯横着的长度了,是不是? 它也是把这个长的点,是不是分成了四小块,对吧? 那这样一看起来的话,嗯,就很明显了,就很明显了。 那也就是说,这个时候呢,这一个的周长咱们是可以算得出来的,是不是? 那你看啊,竖着的和竖着的相同,横着的和横着的相同,对吧? 那我现在在想了,我就在想了,你看,那我能不能把竖着的编织核先给它全部都给它找出来,然后看看是什么? 然后把横着的编织核呢,也给它找出来看看是什么,好不好? 我们呢,来看一个小动画。 我把横着的三条边是不是全部取出来,放到了最上面? 你发现没有,这一条边的长度是不是和底下是一样的,对不对? 那么再把竖着的给它拽过来呢? 竖着的长度是不是正好也和这边是一样的? 那么再换一句话说,这一个阶梯形的,这一个不规则图形,它的周长呢? 你看,周长既然是求周围的一条的长度,咱们把它放在哪里并不是个问题,不影响它周长的长短吧,对不对? 只是它自己本身的长短如果不改变的话,不管是放在这儿也好,是移到这边也好,都是不影响它的周长的吧,对不对? 这个呢,咱们都能知道,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,你看,我把它这么一移了之后,我发现没有,这一个是什么图形? 我们来看看啊,横着的是一二三四,四个两米,竖着的是不是也是四个两米? 所以这一个图形是一个正方形吧,而正方形的周长好不好算? 非常的好算,那么这个不规则图形,是不是就被咱们变成了一个规则图形来求周长了? 是不是? 所以呢,这一个题啊,咱们呢,是可以经过平移来解题的,我们经过平移呢,可以发现,原来的这个阶梯形的这个图形,就被咱们换成了正方形的这个周长了,那么只要求出正方形的周长呢,咱们就能够知道它原来这个图形的周长了吧。 正方形的周长应该是四,是不是乘上边长?而这个边长是由四个两米组成的,所以一条边长应该是八米,所以呢,正方形的周长是四乘上八,答案应该是三十二米。 很简单,所求图形的周长就是三十二米了。 这道题就提示咱们,在这个不规则图形里呀,我呢,可以找一个规则图形把它给框上,是吧? 框上之后呢,是不是能把有能够平移的地方现在先平移了? 平移了之后,哎,计算规则图形的周长,是不是就OK了? 对不对? 这道题并不难吧? 哎呀,这样的图形咱们都已经会做了,那么接下来看一下这个问。 这个啊,也是一个不规则图形,那你看,要求它的周长的话,按照咱们周长的定义,应该把每一条边的长度给加起来。 可是呢,咱们并不知道的是什么呀? 这一些边的长度,对不对? 这些边的长度,这些咱们都是不知道的,对吧? 那么所以呢,在做这个题的时候,小朋友们,你们是怎么做的呢? 想一想啊,你们看一下,这会儿的话,咱们一样的, 是可以找一个规则图形把它给框起来,是吧? 找一个规则图形把它给框起来,这是一个找什么样的规则图形啊? 找一个长方形框起来,是不是就可以了? 找一个长方形把它框起来的话,然后再把规则图形,再把不规则的地方往长方形上移,是不是就可以了呢? 也就是说,这个题目,咱们这样看一下,把它给移上去,把这几下这条边移上去以后,是不是就拼成了一个长方形了? 此时,你看,原来索求图形它的周长和这个长方形的周长,有没有不一样的地方? 有的吧,这两条边咱们并没有移动到吧,是不是? 这也就告诉我们了,这一道题目里边,所求图形的周长应该等于的是长方形的周长,再加上呢,是不是两条这个短边的长度才可以,对吧? 那么此时,我分开来计算,是不是就OK了呢? 长方形的周长怎么求? 长加上宽的和再乘上2,长是15,宽是10,加起来是25,25乘上2应该等于的是,两个25相加相当于等于50吧,对吧? 那么长方形的周长非常好计算,那么现在呢,可是索求图形的周长比它要长,长出的是不是两个短边? 两个短边每一边都是为3,那么短边就是两个三为6了吧,是不是23则6? 所以最后加起来应该等于的是56,这一个题目呢,就把不规则图形的周长给算出来了 好了,那么通过这一道题的话,我想说一下咱们这一节课的重点,是不是就在于求这样不规则图形的周长了? 你们发现没有,这样不规则图形的周长呢,其实啊,也全部都是利用咱们规则图形求周长的方法来做的吧,是不是? 16呢,是咱们规则图形求周长的方法来做的,只不过呢,咱们要经过一步平移的这个步骤了,要经过平移,把不规则图形呢,变成规则图形,之后啊,咱们再来计算规则图形的周长就可以了。 当然,你一定要注意的是,有时候呢,这个不规则图形和规则图形啊,嗯,它的周长不一样,还有我们没有数到的地方,是不是啊,咱们还得事后把它给再补上就OK了。 好了,宝贝们,这一道题咱们就做到这里,你学会了吗? 好了,宝贝